有些是阿修罗道还是有福报 他脾气比较差的 所以每个人的姻缘 但是他们也很可怜 为什么 虽然你是天道来的 不懂佛法 福报想完就下去了 就像你带了一千万人民币来这边花 花完了 没有了 能做乞丐 只会你又去赚 所以这个赚的意思是 各位要多修福报 多修福报 你没有福报 用尽心机也没用 你有福报 随便做也赚钱 生的小孩也是来保恩的 嫁个老公太太 也带了很多钱来 这样就要有福报 所以各位了解 你要随时注意你的心态 不让心态有抱怨 称恨 傲慢 怀疑 这些一直在伤害 甚至慢慢在伤害你的身体 所以佛教老喜欢用禅 用随缘 还是念大悲咒 除了清静 然后保持慈悲心 这样 或是你直接去做好事 都可以 直接去多去帮助穷人 我这边好像没穷人 只有心里穷的人 所以内心很痛苦 坐在海边干嘛 无聊 我发现这个海滩那么大 他穿的漂亮衣服谁看 他躺在那边多没意思 我去看我都这个没意思 如果聚聚很多人 大家来比赛看谁穿的好看 谁身材好 就会挤一大堆 因为太大 哪有一个人没事跑到海里面去游泳 除非是运动 不然就想要自杀 所以 但是如果很多人在那边玩 那他还有意思 所以 当然 每个人都要 找到好的环境 这边叫自然 所以 事实上最美的风光在你内心里面 一个人心情好 住在哪里头好 一个人心情不好 叫他整栋楼都是他 他搞不好跳楼 因为心情不好 所以 回归主题 那 整个 各位如果愿意修行 不分宗教 再修这一颗心 这样而已 那为了要修这颗心 所以念佛 什么叫念佛 用佛的心来改变我的心 叫念佛 用佛的思想来改变我的思想 叫念经 用佛的心来引导我 来帮助众生 叫念众 祖 祖 我妈你变美 我妈你变美 就是希望我有佛菩萨的悲心去帮助他 叫我妈你变美 但千万不要把念做当作 我要念几遍 这样我就可以进步 这样 我就可以得到什么 进阶班 我可以不用修佳行 佳行我要修正行 因为他把它当作一种交换 跑来我面前师父我已经念十万遍了 又怎么样 你悲心吗 没有 快乐吗 不知道 但是不是要念十万遍吗 我说可以的 你可以去阿拉伯世界 因为他根本不是在修行 他是在念一二一二一二 因为我达到那个我就可以达到那个目标 可不可怕 可怜 他在那边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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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上有一张垃圾他也不捡了 你看多可怜 对不起我在修行 假设一个旅行社的领队他很会念佛 阿弥陀佛都不抬行礼 他会被开除的 因为他没有慈悲心 念阿弥陀佛是慈悲心 念阿弥陀佛是希望大家都在快乐清净 没有忧虑充满慈悲的环境里面 以西方极乐世界为蓝图 来建设现在你的家庭世界公司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 我要去受苦受难 救苦救难 慈悲众生 南无观音菩萨 因为念一下自私就痛苦 慈悲才快乐 所以赶快念观音菩萨 南无观音菩萨 因为痛苦来了 或别人的痛苦来了 我们希望学观音的悲心 就会感应到观音的力量 记住哦 让学观音菩萨的悲心 你就会感应到观音菩萨的力量 做观音菩萨不是等到你成佛 这个不是佛教 佛教是念佛 当下就有佛的力量帮助众生 就像一个人快往生了 我们帮他念佛 他如果放下相信 他马上看到阿弥陀佛 变成坐在莲花上的 他自己变成坐在莲花上的阿弥陀佛 然后就往生极乐世界 生死都可以问题 何况是世间的小问题 所以希望大家学修行的方法 释迦牟尼佛是在树下成佛的 那什么意思 跟自然在一起 不要跟这些造作的东西在一起 也没有拥有什么 因为树下是大家的树下 在那边思维生命的原理 万法的真相是什么 佛陀在树下思维终于成佛 当然不是光那个思维 就是说因为他有累结的福报 不失之间忍辱的福德之良有 我想各位住到黄金海岸 应该有一点福报 有一点小钱 然后我们出国旅游 有福报 但是有福报 你要用对地方 不要浪费福报 所以佛陀福报具足了 他在树下打坐 思维 终于觉悟了 念一下 正觉缘起 正确的觉悟 万法都是因缘所生起 所以万法没有永恒不变的本体 叫空性 叫缘起 性空 诸法 一切法 因缘生 诸法 因缘灭 一切的存在 凡是没有单独存在的 没有因 没有缘 它就不会存在 凡是因缘存在的 都在变化 所以 因缘生 因缘灭 万法 都是生生灭灭的 正常 离开空气 我们都不能活 离开阳光也不能活 所以一切的存在 都是互相依靠 互相影响 互相关系的 这个世界 没有单独 这个我的东西存在 连我都没有 没有我的感情 现在我们最大的困扰是什么 我某人 为什么对方要对我这样 为什么我老公要对我怎么样 为什么公司要对我怎么样 所以 他认为有一个单独的我 然后呢 这存在 然后他想要去掌控外在的一切 在我直 很痛苦 每天都在打仗 都在对立 所以 唯有佛法讲这个平等 空性 因为万法 虽然它是天花板 它是麦克风 它是花 它是桌子 它是房子 它是一个人 但是都是暂时存在的 都是言云条件组合 互相影响而存在 就像前面的花 现在这个样子 是人为的把它插成样子 但是花一直就在变化 在七天八天就烂掉 变成 营养又融入土地 土地又长出别的东西 所以花是在一个生涅变化的状态 没有不变的花 它只是一个暂时的名字 假的 虚幻的 它的本体呢 叫 是没有本体的 没有自信的 佛教只能用一个名字叫空 空不是没有 是 麦克风是空的 因为它是 这些原因条件组合 所以它的名字叫空 这个人是空的 念一下 照见五蕴皆空 各位会被心惊的话 照见五蕴皆空是 如果你有智慧了解 原来我的生命是由五蕴 肉体跟受想形式 就属于肉体的跟感受 想法 意志 意识 合起来 这里面根本没有我 身体不是我 因为它会变化 感情不是我 它会变化 想法也不是我 因为它的所谓的因缘 在变化 快乐跟痛苦 它只是一个 刺激而生起来 这个快乐痛苦 不在你心里面 它是因为有 才生起来 各位要注意 爱情是 永恒的吗 爱情只是你的感觉 这个男人对我不错 这个很甜 因为你有个贪 绝对有一个我 这个习惯性 我喜欢这个浪漫 爱情 所以你去追求这个 就像抽烟 抽烟 赌博 它本来就不是存在的东西 但是你培养这个贪 习惯了 从上辈子贪到这辈子 这辈子没叫到好老公 我这辈子也还在家 因为你要一直追这个东西 所以但是各位你想想 那个只是一个感觉 一个虚妄的我 想要去追求什么 而造成自己也很苦 有也苦 没有也苦 怎么样不苦 赌博什么时候停下来 什么时候快乐 没有欲望的快乐 超过百千万亿欲望快乐的 百千万倍 没有欲望 千万不要每次把它擦皮肤痒痒 然后再来抓 好爽 我再给他地上 我再来养 再来抓 现在人就是喜欢这样 抓一个来养 然后再告诉他不要养 那各位你要有智慧去讲 因为佛陀正结缘起 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 都无自信的 所以都是暂时存在的 不能永恒的 所以悲价 诸行无常 你要去思维 佛法最重要的是思维 你听到这个道理 你要找个树下坐在那边 找个海边开始思维 再加屋顶开始思维 你会买一个有窗户的 有阳台的坐在外面 思维 为什么 就是隔离 你必须暂时隔离 几分钟 每天至少思维一个半个钟头 不要整天坐在外面 神经病 因为我们所得到的道理 是要来处理世间的事情 来帮助他们 所以要去思维 原来这只是一个 你现在所看到的一切 都是变化无常的 再来念一下 诸法无我 所有你看到了 感受到了 都没有一个不变 可以主宰的 我 不变的爱情 没有的 没有的 这只是一个 一个感觉而已 它叫水 它叫冰 它叫雾 它叫云 它叫雨 它因为在不一样的因缘 所以它表现不一样的名字 对啊 要换啊 我的心就一直跟着它在跳 给小费 光头碰到光头 哈喽 Good 好 接这个机会 我要做一下甘露诗诗 就是要 你来了 你祖先也来了 你的胎儿也来了 那这个地方宣布要办法会 那些无形的就来了 鲸鱼也来了 无味熊也来了 相不相信 你要相信 你不相信 晚上回去你就痛了 因为他说 你不承认我存在 法会就是要超度 所以我们那边摆了很多面包 那本最大本的 1700个堕胎胎儿名字在上面 我还有写一张 来 参加法会者 身上冤亲在主 动物亡灵 堕胎胎儿 一切亡魂 同来法会 饭店内外 黄金海岸地区 众生有情 同来法会 要慈悲啊 法是慈悲的意思吧 最好 念一下地狱道 请来此地 恶鬼道 赶快来吧 这个叫招请 我们就是要招请 这才叫法会 所以这次来买了五尾熊 永远摆着我要记着五尾熊 这些出家人 不要睡觉了 这代表澳洲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全面摆个地球 又摆一个星球 这是我们的对象 因为佛法就是要帮助这个对象的 比如说我刚刚讲空性 我们思维空性不是为自己 自己得到了空性 自己得到了空性 接受了 自在了 目的呢 帮助所有众生都得到空性 因为他们好痛苦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 正觉 缘起 就要把这个道理 念一下 大转法轮 普度众生 让我们都成佛 不要做女人 不要做男人 要做佛 做佛 他不限定他在什么样的形象 为什么 他可以下地狱度众生 他可以去做五尾熊 度五尾熊 那一只五尾熊怎么都不睡觉 因为他是佛来的 他每天去床 所以释迦牟尼佛做过大鲸鱼 然后一直游来游去 游来游去去度所有的鱼 因为你成佛了 你就可以自由自在 这个叫普门四限 观音菩萨 这叫 念一下千百亿化身 释迦牟尼佛 所以因为成佛了 他可以百千万亿化身 那化身的目的 他就要去帮助他们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帮助恶鬼道 往生者 或地狱道 然后我会念快点 然后各位就观想就好了 因为我会念 我要念什么奏 你就知道 然后那个本子 如果你要 不然发给大家好了 念一念 以后各位在家里念 好不好 好 好一定要做 你不要好 好 晚上你就忙了 师傅为什么睡不着 因为你没做 因为你 知道了这个法 就要去慈悲 好 黄色的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蚂蚁药酒遭果报 有一个酒厂 由于经营不善 兵临倒闭 厂里的技术人员 绞尽脑汁想办法 开发新产品 你们看看 今年我们酒厂的业绩 再这样下去 我们马上就倒闭了 你们看看 多少年了 我们酒厂都没有推出 一款吸引消费者的酒 你们负责新品开发的 技术人员 都在干什么呢 王经理 怎么开个会 能把你累成这个样子呢 别提了 总经理给我们下达命令了 三个月之内 必须研制出一款 受顾客欢迎的新酒来 否则 我们的酒厂 真的就要倒闭了 三个月研制一款新酒 倒是没问题 可是 谁能保证 这款新产品 会让顾客接受呢 所以 你们就应该仔细地调查一下 看看现在的人 都喜欢喝什么样的酒 然后 我们就朝着这个目标 去开发产品 嗯 经理说得非常有道理 我们这就去进行调查 嗯 还是小张有冲劲 经过一个星期的市场调查 该酒厂最终决定 开发药酒系列 王经理 我们已经调查好了 现在的人 都是讲究健康养生的 所以 有保健功能的药酒 销量都非常的好 嗯 的确是这样 现在的人 都注重养生 药酒 药酒一定很有市场 我们酒厂 开发过各种酒 可是唯独缺少药酒 我看 我们就开发药酒好了 可是 我们该开发哪种药酒呢 我们这里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药材 我对市场上的各种药酒进行过调查 一般酒厂都是主打当地特产的药材来生产药酒的 这样的药酒销量才会好 是啊 当然了 而且蚂蚁酒还有温慎壮阳 驱风厨师的功效呢 我们这里的黑蚂蚁可是很有名的一种药材呢 我们这里民间用蚂蚁泡酒的历史悠久长远 只是这种蚂蚁酒一直没有宣传出去而已 是啊 如果我们能够开发出一款让大家都认可的蚂蚁酒 那还是非常有潜力的 好 那就这么定了 我们就开发蚂蚁酒 制造蚂蚁药酒的想法 很快便得到了总经理的认可 为了研制蚂蚁酒 酒厂聘估了很多人 专门跑到家外挖蚂蚁窝抓蚂蚁 这些人在挖什么 他们在挖蚂蚁 挖蚂蚁 他们挖蚂蚁做什么 我们那里有一家酒厂 要研发一款蚂蚁酒 这种酒可是需要大量的蚂蚁呢 所以这些人挖蚂蚁都是要卖给酒厂的 天啊 这么多人挖蚂蚁 那哪有多少只蚂蚁被挖走被杀掉啊 我看至少也要有几十万只吧 说不定还会超过千百万只呢 唉 他们怎么能用这么多条生命来造酒啊 听说这种蚂蚁酒非常养生 对身体特别好呢 我还盼着蚂蚁酒赶快投入市场 我也好买点喝喝呢 什么 你也想买蚂蚁酒喝 我劝你 还是不要喝这样的酒才好 为什么 你想啊 这么多条生命被泡在了酒里 他们因为酒而死掉 他们的怨气自然就存于这酒中 你喝下 这含着众多生灵怨气的酒 不但没有益处 还会损坏你的身体呢 啊 竟然会这样 这么说这些抓蚂蚁的人 是不是也会因为杀生太多 而遭到报应呢 当然会的 不只是他们 生产蚂蚁酒酒厂里的人 罪业更重 因为一切杀戮都是因他们而起的 嗯 你说的似乎有道理 很快 这家酒厂的蚂蚁酒便推上了市场 而且销量非常好 因此酒厂开始大量生产蚂蚁药酒 需要的蚂蚁自然也越来越多 总经理 这款蚂蚁药酒的销量非常好 都有些供不应求了 这都是你王经理的功劳啊 我们这次可要抓住这个机会再创辉煌啊 总经理 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需要大量的黑蚂蚁 没有足够的蚂蚁 我们的产量是出不来的 王经理 这件事情没问题 我已经安排好足够的人员去周边的乡村去采购蚂蚁了 蚂蚁药酒哪里能缺蚂蚁呢 然而就在蚂蚁药酒热销的时候 蚂蚁酒厂的总经理突然心脏病发死在家里 唉 我们酒厂的业绩刚刚有点起色 总经理却在这个时候过世了 他平时都非常健康的 怎么会临时突然心脏病发呢 唉 世事无常啊 原以为总经理能够带着我们走出困境 没想到在这时候他竟然走了 总经理在世的时候 一直想办法让我们酒厂发展壮大 现在我们应该将蚂蚁药酒做成全国著名品牌 这样才能告慰死去的总经理呀 嗯 哇塞 这家酒厂的蚂蚁药酒 越做越大呀 听说现在好多人都在喝这家公司的药酒 这家酒厂一定赚不少钱的 这种杀生的酒 卖得越多 罪业越重 早晚是要遭到果报的 赚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呢 果然 果然 突然因为心脏病发而死掉呢 我听王经理的妻子说 他这几天就一直在做噩梦 经常梦到自己被许多只蚂蚁咬 被蚂蚁咬 怎么会这样 难道这世上真的有因果报应 因果报应 小张 你年纪轻轻的 怎么会相信因果报应这种说法呢 我的母亲她学佛 她得知我们酒厂 在生产蚂蚁药酒后 就一直说我们这是从事杀生的行业 杀生是要遭果报的 因果报应 真没想到现在还有人相信这个 连续两位经理的死亡 让小张有些动摇了 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 他经常做噩梦 梦到无数只蚂蚁在咬自己 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 这更让他相信 母亲所说的因果报应是真实的 妈妈 我现在相信您所说的因果报应了 这些天我一直做噩梦 梦到好多蚂蚁在咬我 孩子 我早和你说过了 蚂蚁虽小 也是不能杀害的 如果杀害蚂蚁 一定会受到报应 将来有一天 因缘会遇时 还要一报欢一报 一命抵一命啊 火爆现在已经降临到了你身上 不过还好 你听了我的话 及时醒悟了过来 妈妈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为了制造蚂蚁要求 你们杀掉的蚂蚁不计其数 这可是极大的罪业 我看你现在 只有立刻离开这个杀生的行业 多做一些放生的善举 并且诚心为那些逝去的蚂蚁超度 忏悔 才能弥补你的罪业 嗯 妈妈 我会听您的 于是 小张听从了母亲的建议 毅然辞去了酒厂的工作 小张 你怎么突然要辞职啊 要知道 我们酒厂 凭借蚂蚁要酒 已经转亏为盈了 你可是研制蚂蚁要酒的功臣之一啊 留下来是很有前途的 宋大哥 我们现在可是一直在做杀生的行业啊 如果继续这样做下去 我想我俩也终有一天 会遭到果报的 宋大哥 我劝你也尽早地离开这里吧 怎么 你真的相信了因果报应这种事情 嗯 哎 既然这样 那我也不多说了 你怕遭报应就离开这里好了 我是不相信什么杀生遭报的 小张经过一个多月的忏悔 念佛和超度 他的身体渐渐恢复 再也没做过噩梦 而留在酒厂的老宋 在一天晚上 也突然心脏病发 死在了家中 因缘果报真实不虚 行善必得善报 行恶必得恶果 希望这种悲剧 以后不要再上演了 呀 oui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